你今天都跟翘翘去哪里了? 嗯,跟他去咖啡厅,见了一个什么东鹰影视工作室的总监,听翘翘的意思是他想去拍电影。 那个人是不是叫什么,贾政? 叔,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陶乐乐有点为难,如果坦白交代的话,会不会让程翘翘感觉自己背叛了她呀? 毕竟小丫头那么信任她,不想说,还是不好意思说? 翘翘,让那个贾政给她安排一个角色,贾政好像不是很愿意,就说给她三天的时间让她考虑考虑。 我看她的意思是挺想捧翘翘的,大概还不知道她是你的妹妹。 嗯,翘翘是不是让她给安排那种非常开放的角色? 嗯,算是吧。 她想以此引起邹浩的注意。 她是这样说的,我也劝她了,可她不听我的。 她说那个贾政是傅锦红手下的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这丫头。 叔,邹浩就那么不喜欢翘翘吗? 可能吧。 可能? 既然不喜欢翘翘,那就把话和翘翘说清楚啊,我看翘翘提起她来,好像挺痛苦的。 痛苦? 你这才刚刚认识她几天呢? 唉,我的小桃桃,你都不知道。 那鬼丫头心思多着呢,你这傻丫头才能看到几分呢? 是没有几天啊,但我挺喜欢她的。 而且交朋友这种事,也不能说是认识越久,感情就越好吧。 有些人认识了一辈子,也不见得能成为朋友。 有些人不过是见了一面,心里就会把她当成朋友。 如果她执意要去拍的话呢,你就陪她去吧。 那丫头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类型。 如果在国内不成全了她,难保她到了国外之后,还会背着我胡来。 嗯,我一定会的。 就算你不跟我说,我也一定会的。 我很喜欢翘翘,也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桃桃,过来。 桃乐乐听话地走过去,男人拍了拍自己的大腿,示意她坐上来。 不要,这里是餐厅。 过来。 尽管没那么心甘情愿,但是桃乐乐还是坐到了她的大腿上去, 双手缓上了她的脖子,小脸通红。 怎么样,你今天想我了没? 想了。 桃桃真乖。 可不可以回房间里啊,翘翘和王一都在。 怎么,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他们会笑我。 于是两人又是一夜欢好。 两天之后的下午,程翘翘接到了贾政的电话,说是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要她第二天上午去郊区的影城内拍摄。 四日上午,天还没大亮,程翘翘就和桃乐乐出门去了。 临走之前,程翡之交代她说,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她。 桃乐乐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她想着应该不会出现什么状况吧。 可她万万没想到,剧组给了她们一个巨大的惊吓。 贾政是给程翘翘安排了她想要的那种非常开放的角色的,不过跟她搭戏的却不是戏里头的男一号,是一个叫做秦俊的十八线的男演员。 可能是因为之前编剧改剧本时跟大家抱怨了几句,大家都以为程翘翘是个很放得开的人。 再加上提前对戏的时候,程翘翘眉眼之间都是风情万众的。 于是大家就觉得,程翘翘是那种为了钱和利益,才让公司特意安排这种角色的人。 那个秦俊虽然是个十八线的男演员,但是跟电影导演多多少少占了一点关系。 看到穿着纱质透视古装又风骚又放荡的程翘翘时,她竟然想假戏真做起来。 这些年,她打着导演亲戚的名号,没少对那些想出名的小姑娘做不轨之事。 不过像程翘翘这样娇俏可人的,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呢。 陶乐乐是经历过人事的,看秦俊的眼神就知道有些不对劲。 可看到旁边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就犹豫了一下,没上去阻拦,想着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还是依之前程翘翘交代的,站在一旁将这些录下来发给邹浩看。 视频录到一半时,程翠之就打电话过来。 刚刚才聊了几句,就听到摄影棚里头响起了程翘翘的尖叫声。 讨论了情急之下,电话都没挂就跑了过去。 程翘翘身上的古装已经被扒得不成样子了,她双手插腰地站在那儿,指着秦俊骂道。 什么玩意啊你啊,没见过女人是不是,居然敢那样对老娘,可不恶心你。 我告诉你,舍了我,你今天死定了。 陶乐乐扒开围观的人群跑了过去,程翘翘眼圈已经红了起来。 陶乐乐站在她的身边,替她整理了一下衣服说。 翘翘,怎么了?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嫂子! 程翘翘看到陶乐乐,挖的一下就哭了起来。 他,他就是一个色狼,狗三精人。 陶乐乐心里的火蹭蹭就上来了,同时又气又急,自己刚才没有上前走拦。 安抚了程翘翘几句,她上前就想去教训一下那个秦俊。 谁知道那个秦俊却是一脸不懈的样子说。 都当成什么样了 还装什么小青春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这段戏分明就是你让编剧 硬给加上去 不过是被老子摸了两把 告诉你 老子愿意摸你 那是你的荣幸 别人想让老子摸 老子还不愿意 程翘翘气得全身都在发抖 他尖着嗓子 冲他嚷嚷道 你个王八蛋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先进顾难难 我废了你 秦俊扑持一笑 真把你自己当什么东西了 说吧 你是跟哪个老板睡了一觉 才得到这个角色的 程翘翘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种屈辱啊 他气得上前就要打他 讨论了也是 想也没想就冲在了 程翘翘面前 然后甩了秦俊一个耳光 虽然他跟程翘翘 认识的时间不长 可他是男神大人的妹妹啊 那也是自己的妹妹啊 再说了 今天就算是遇到一个陌生女子 这样被非礼 他也会忍不住上前这么做的 这么欺负一个两家女孩 简直是太过分了 秦俊一下子被这两个女孩打懵了 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秦俊跟导演有关系 而程翘翘也不是好惹的 所以他们都选择观望 众目睽睽之下 秦俊怎么可能下得了台呢 他想也没想就要去打程翘翘 还冲着身后的助理叫嚣说 都他妈死了是不是 更往死里打着两个疯女人 打死了爷父子 不入流的野鸡 想在爷的地盘上撒野 助理生怕自己丢掉工作 再加上对方都是女人 他赶紧冲上来 和程翘翘逃乐了撕逼成了一团 拼拼砰砰砰 摄影棚里一瞬间打乱成了一团 恰逢这是导演临时有事出去了 有人赶紧去让人找导演过来 摄影师倒是见惯了这种情形 一直非常淡定地扛着摄影机 要把他们的罪证给拍下来 推嗓之下 也不知道是谁扮了陶乐乐一脚 陶乐乐脚下一滑 他的后背直直地 就朝着摄影棚里的道具件上倒了过去 那道具件虽然没那么锋利 但毕竟还是尖锐的东西 陶乐乐直直地倒下去 背后瞬间就划上了一片 好痛 鲜红的血液滋拉滋拉地往外冒着 刚刚的冲击力太大了 陶乐乐的头又恰好撞到了一旁冷硬的石墙上 顿时将它疼得懵逼过去了 一众人看到这一情形都吓傻眼了 他们连120都忘记打了 有的人这时才掏出手机来拨打电话 陶俏俏被这一变故吓了个半死 她扯着身上的骨妆赶紧跑到陶乐乐身边 扶起了她的头说 嫂子 嫂子你没事吧 嫂子 陶乐乐被她晃得头晕得更加厉害了 后背上的伤口痛得她呲牙咧嘴的 她勉强扯出了一记笑容 安抚成俏俏说 你别怕 俏俏 我没事 嫂子 对不起 对不起 她急得都哭出声来 冲着一旁无动于中被吓懵逼的工作人员大吼道 可惜在场的人没一个人知道 她就是成家的千金 自然也就不会给她这个面子了 这年头谁会想惹这种闲事呢 成俏俏到底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人生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一时间吓得流神无主起来 周围的人的嘴脸又那么冷漠 怀里的陶乐乐已经疼得昏死过去 她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成俏枝的名字 你快来救救我们 成俏枝 我以后再也不忍心了 成俏枝 成俏枝 绝望之余 突然 有一道熟悉的男音透过人群传了过来 怎么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工作人员一听到这声音 纷纷地回头看了过去 看到男人的俊脸时 都客气又恭敬地唤了一声 编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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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我是俏俏 你快来救救他 你快来救救他 康录音伟三步并坐两步地迈过去 看他怀里早已昏迷的陶乐乐 他的心脏莫名一痛 二话没说 拦腰就把他抱起来 说道 桃子 桃子 别怕 我带你去医院 没事的啊 别怕 成俏俏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跟上他 感觉到有些血液的失忆 低头这才发现 自己的双手上都沾满了血迹 他愤怒地指着周围的工作人员 目光恶狠狠地锁在秦俊的身上 冲他怒吼道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成俏俏一定要你们全家陪葬 许是他的眼神太过灵厉吧 又加上他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秦俊一伙子人吓得缩了缩脖子 康颜伟抱着怀里轻得没什么重量的小女孩 长眉皱成一团 为什么每次见到他 他都是这副身心受创的样子 康颜伟走得很快 成俏俏身上还穿着古装 假发已经被他扯了下来 他整个人狼狈得不成样子 他小跑着在后头 一直追着康颜伟和陶乐龙 学长 学长 两个人才刚出摄影棚 成俏俏就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抬眼一看 那是成熙之的劳斯莱斯的幻影 太好了 他心里头的那根弦 终于能够稍稍地松懈下来了 而成熙之则是满脸的肃杀之气下了车 他步伐沉稳 一手插着裤带 一手扣着西装的钮扣 男人的眼神里有着辟腻天下的霸气 一身正装衬得他高冷金贵 成俏俏身怕他看不到自己 垫起脚尖朝着他挥了挥手说 哥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其实不用他挥手 成熙之早就看到他了 康颜伟倒是没顾忌那么多 他只是看了一眼成熙之 就继续急匆匆地抱着陶乐乐 往自己的那辆敞篷车的方向走去 他又把他赶紧送去医院 然而男人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霸道又强势地把陶乐乐 从他的怀里抢了回来 连一记眼神都没给他 就立声对他身后的程翘翘说 还不滚过来 康颜伟看了他两秒 正准备把陶乐乐再抱过来时 男人却阴智地横了他一眼 声音比他的眼神还要冷漠 不劳你费心了 两个王一样的男人对视着 他们自然都懂彼此的意思 康颜伟也不傻 能够感觉到男人 对自己强烈的敌意 他也不恼怒 说道 程先生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的小媳妇我当然要费心了 程翘翘懵逼了好几秒钟 猛然间想起来 陶乐乐和程席之是隐婚的 于是他没敢再说话 可能是自己的学长康颜伟 也喜欢陶乐乐吧 而程席之也懒得在里 康颜伟 他抱着陶乐乐那只大手紧了紧 没有任何停留就上了车 刚才那一瞬间 他看到了康颜伟手上的血迹 康颜伟想要再次上前去 抢回陶乐乐 程翘翘却拦住他说 康学长 不劳你费心了 陶子等一下我会管的 剧左人还在等你呢 你快去忙吧 虽然不知道这兄妹俩 跟陶乐乐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是看程翘翘的架势 还是挺护着他的 康颜伟也没有再耽搁时间 毕竟陶乐乐身上有伤 开不得玩笑 他只是默不作声地 跟上了那两劳斯来斯幻影 但是他的心底 却有些不知名的情绪 默默地化开来 一行人就这么到了 京都市人民医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医生心里吐槽 不早说 害我白白准备一场 不过他也不敢说出来 这位先生刚才抱着这小姑娘进来时 那着急的样子 心疼的样子 他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害怕 没过一会儿 诊疗室里头走过了一个中年女医生 陶乐乐看了看她胸前的胸牌 主任级别的 女医生很是温柔 先是用医用的剪刀 把她后背上的衣服剪了个差不多 然后又用酒精给她把血迹擦了擦 要打麻药了啊 你是想全麻还是半麻呀 可以不打麻药吗 这 我看了一下 差不多得封时针呢 你一个小姑娘 怎么能扛住这种痛 我建议你还是全麻吧 行不行啊 陶陶 你为什么不想打麻药呢 我怕 怕我已经怀孕了 会影响到孩子 所以 程席之明显愣证了一下 她的一双铜人都缩了缩 你 你查过了 没有 但是我怕会有那个 病房里的气氛意识之间有些微妙 她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办上之后她建议说 不如这样吧 小姐你先抽点血去检查一下 一般怀孕早期抽血 是能最快出结果的 如果怀孕了 咱们就不打麻药 如果没怀 咱们就打 好不好啊 陶乐乐一时没了主意 她的一双眼眸求助般地望向了程席之 男人的薄唇抿得紧紧的 一双眸眼深沉得令人看不透 她到底在想什么 不用查了 坐拳马吧 说 难道她不想让自己给她生孩子吗 漠然的 她感觉到自己的一颗心 猛地往下沉 背后的伤口 好像比刚才更疼了 程席之看着陶乐乐失落的样子 胸口有些沉闷 但是态度依旧坚决 给她打吧 女医生看了看她 又看向陶乐乐 点了点头 麻药还没打完几分钟 就起到了效果 陶乐乐觉得浑身没力气 身子一软便昏睡了过去 缝好了针之后 最近几天呢 最好是别碰水 三天之后过来拆线就行 但是碍玉现在是夏天呢 怕她感染 我建议是等一下给她输两瓶液体 晚上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明天早上就可以出院了 男人心疼地看着缩在病床上的陶乐乐 谢谢了 女医生也没再说话 只是礼貌地点点头 叫上之前帮忙的护士出了病房